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逐渐感受到财运的贪生 职场中的巨蟹座经常接到额外的工作 某些事情本不应该由巨蟹座来处理 希望巨蟹座不要有太多的埋怨 认真做事 表面上看似吃了亏 但财运得以提升 巨蟹会对这种结果颇感满意 Top 4 狮子座 2019年 狮子座的财运状况良好 会通过朋友介绍 进入新的赚钱管道 抓住赚钱的机会 不需要投入太多精力和本金 也能赚到一大笔钱财 开支方面比较稳定 没有什么需要花钱的大事 损伤狮子的钱包 狮子应该在自身财运状况良好的时间段里 加紧努力赚钱 不要白白浪费好机会 Top 3 金牛座 2019年 金牛座的正财运是值得期待的 对于金牛座而言 2019年是一个新的开始 无论是打算跳槽还是打算创业 只要有足够的信心 不要轻易否定自己 尝试跨入新的事业领域 不仅能够发挥个人优势 迅速取得成就 还可以改善自己的财务状况 生活质量越来越高 情绪也比较稳定 Top 2 射手座 2019年 射手座的正财运和偏财运都非常好 如果有创业的打算 可以放心大胆的把这想法付诸于行动 但在此之前 必须要做完整的调查 以及周翔的计划 做好了准备 就不怕面对失败 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实 自然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绩 良好的财运能让射手座的生活发生巨大改变 所有不趁心如意的事情都会央消云散 Top 1 处女座 2019年 处女座的财运好到爆 事业运的提升 催忘了处女座的财运 2018年处女座的事业运 处于平稳前进的状态 进步的速度非常慢 进入了2019年 可以得到的事业机会越来越多 不是所有机会都值得把握 只需要珍惜自己感兴趣的机会 全力以赴的努力 就能取得很好的成绩 还可以得到财富方面的丰厚回报 结语 上榜的这五个星座 2019年的财富运势非常好 想让财富一直保持稳定上升的状态 必须要努力工作 积极面对生活 没有上榜的星座 可以依靠乐观的精神改变磁场 积极营造正能量磁场 扭转财运趋势 欢迎大家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互动 转发分享 视频结束感谢观看